一名刑警從貨車上 報下來一大盆植栽 呼叫警察局內的人手 趕快出來幫忙 警員當請了搬運工 可是盆栽數量實在太多 乾脆出動推車 拉出來回運載 通通放射在警局角落 就像小型叢林多達91盆 通通是能夠製成毒品的大麻樹 幸好在預備收成時 就被警方攔截 你一人不可以撥這樣 撥到這邊有規模 所以你這人要進去 網路上也要 手機用靠著 48歲許姓男子 不曉得是裝傻 還是真的不知情 大麻是20年 20年 就種植 對啊 你空的 他是嘉義一處農舍的地主 公稱來自台中的一對茶商夫妻 找他合作種出大麻叢林 蔡賢跟他的妻子 他們是在網路上 自學大麻種植的技巧 然後再跟另外一人嫌犯來討論 然後他三個人在合作 來做大麻植種 先前警方網路巡邏發現 台中茶葉中盤商的蔡姓夫婦 網購大量的器具 在跨縣市勾結地主 他們聲稱不曉得種植大麻販售制毒 是十年以上徒刑重罪 經過覆訓 茶葉商跟地主雙雙被收押 賽地新聞林偉智李建營 台中報導 有請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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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